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用来那个私下里开车的时候手拉手的 还是又挺这样的内外兼修的 而且你看你穿这小夹克 雄之鹰发呀 我觉得有一种感觉 我感觉你穿这样好像准备 等一下就要离家出走一样 为什么 看美国电影都是这样 要跳上门口有一辆车跑车等着你 你拿着一个包包穿着短袖皮 也有顾天王的跑车可以跟我牵手 真是 所以你像形象我觉得越来越重要了 我就是觉得今天的人说话越来越甜了 你知道今天这个人呢 就是你看我老了 他就说 文桃你怎么从来都没变呢 然后我胖了 他就说你好精神啊 你这个好精神 只有说我瘦了 他说哎呀你太瘦了 你不能这么瘦 你说这个人现在多吃了蜜蜂屎了 你知道吗 就是人其实倒过来看人越来越小气 你讲这种话的人呢 一定是尝过那个不好的经验 但我很忠实的告诉你 哎 小心哦 好像最近发腐了 我变胖了 哇塞 之后你可能种种的讨厌我背后 呃 报复我这样 谁敢啊 人其实越来越小气 所以很讨厌 我就最近又胖了 又挺 又胖了 我烦 哎 我不是就说 就说这个丰满的朋友 不要受我误导 我是个人的很病态 我甚至还喜欢女的 稍胖一点 嗯 我就很憎恨 我自己这个胖一点 这是为什么 能吃能喝真的是福 好不好 睡得着觉 能吃就是健康的象征 我也睡不着 我还有睡眠问题 我觉得我们的友谊出现危机了 嗯 我一直以来以为文涛跟我口味不一样 是 所以这是我们保持友谊的理由 真的 不会像同一个 对啊 现在你也喜欢胖了 开始 我一直都喜欢胖了 你知道吗 那就有点危险 哎 喜欢胖跟年龄有关系吗 是不是偏大点的男的喜欢叫疯男的 我是遗传啊 因为我父亲啊 我父亲就喜欢胖了 我妈当然很胖 我记得那个 以前我家族是个笑话嘛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 我家族是个笑话 这个笑话在我家族里面 是我家族里面的笑话 我家族其实也是笑话 有空慢慢受 然后反正反正呢 他们年轻的时候啊 跟他的表兄弟 然后去找女朋友嘛 跳舞嘛 然后呢 后来我父亲的表兄弟 要经常讲 说好奇怪你父亲 去到跳舞的地方 要选舞伴嘛 一排女生做就这样 他说反正他的唯一标准 这是越胖那个 他越要选 他说胖到好像两三百公斤了 然后我父亲就要选 那我那时候十来岁 不能想象 我还觉得对啊 我爸有点问题啊 后来 那我发育完成之后 我觉得我的口味也蛮像他的 对对对 所以那个基因遗传 父亲你体力好也是 是吗 真的 有的男的喜欢扛这个大腰 不是不是说 就是说 有个朋友当年到福建去 去那个按摩 一进门就说 哎您要什么样的 老规矩高大白胖傻 这是也是 所以也是美的 对吧 其实我觉得我最羡慕的 这个我我我 最欣赏的 我有我我希望我长成什么 为什么我喜欢嘉辉呢 就他这这个样 哎也不能说他了 其实我现在想想啊 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比较梦想的 是像狼牙榜那个 就胡歌 这个梅腔酥那个款 就是脸是扁的 而不是骨的 对 是锥子脸 对 甚至是 你去吸毒就行了 我就吸毒 没有乱讲 我没吸毒 甚至你看 还有点伤疤 哎还有一点伤疤 甚至呢 还有一点病 这就是比较像 贾宝玉是不是也是熟的 就是很病态的 贾宝玉面如满月 他病 这么病态 林黛玉是受的 但是我意思是说 这就看起来就很病容 就没有精神啊 不过哎 你说的这个 对我们很有启发 要不说当年 他们说我们是东亚病夫 我认为这种 东亚病夫的美学 中国人确实是有的 你注意到没有 在好莱坞或者西方的英雄 都是身体强健的 对吗 你注意到金庸写的很多 包括金庸写的很多大侠 他喜欢的那种啊 是咳着血 随手 我就想往过去想往这种 像梅长苏这种 甚至还咳着点血 对吧 随手一挥 十个八个就出去了 你看 他就是一种 他有这种希望 现在没有了吧 现在每一个男的 都是六块腹肌 小鲜肉 马甲 人鱼腺 我们那个 那个年代的美学过去了 过去了 现在不管 我我 连我爸现在都在健身 其实都 都念着马甲出来 我说你干嘛 他是一直需要体力好的 他喜欢大 大支的 什么高大白胖啥 对对对 我回去告诉他 你说天王郭富城 是不是偏向于喜欢身材 就比较娇小玲珑的 这次真的是跌破 就你这样的身材 对啊 可是我不是网红 就擦了这身份 真的 我的很多这个男性朋友 喜欢你这个类型的 就是比较小巧玲珑的 你为什么不赶快介绍一下 可以啊 排队呢 这倒是让郭富城 郭富城这次选的 倒是让大家提破眼镜 对吧 因为他以前都是model 以前都喜欢高的 是是是 而且我甚至也听 演艺圈的朋友 一度都说 这个郭天王 因为个子不高 所以郭天王都喜欢高的 来弥补 就是他个子不高的 一个这个缺憾 就没想到这次 选了一个娇小型的 所以这才会引起讨论啊 哎 那引起讨论 是因为娇小型吗 还有其他理由吧 还有就是年龄差 有人说百善孝 我也先郭天王 找了一个好女儿 孝顺的女儿 我觉得真是没什么 就是很多女孩子 就是差20多岁 现在非常常见啊 而且挺好的 我跟你说 我要是他们 我都找郭天王 我不是 我不是一定 郭天王 我都找家辉这个岁数的 真的 因为我们是男人啊 我自己都觉得 跟我会不会好一点 现在两岁是一个gap 就是两岁是一个代沟 你20岁是十戒代沟 你这有多远 你怎么沟通啊 对 你爱情有时候 不需要沟通啊 只有感觉啊 还有跟你交往一个人 真的沟通 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那总有技术可以去解决 其他的 不管你的身体啊 还是其他的安全感啊 人生的历念啊 都是 这是内地的朋友 我记得一位教授前辈告诉我 不是吗 年龄是什么 黄金年龄是男的年龄 除以二 然后再加六岁 我听说是这样 比方说我52 我的按照内地的说法 黄金年龄比年龄 52除以24多少 24 26 谢谢你懂 26 再加六 三十二 我的最适合我的伴侣 是三十二的 是这样 先上算的 所以你对我来说 太幼气了 太年轻了 是太多了 其实就是说这个事情啊 你像我有一个导演的朋友 他的女朋友 就是比他小个 二三十岁的 当然是不知道 是不是现在小女孩 都会骗人呢 他 我就听他跟我们说 说的挺高兴的 他说你看 我老跟你们在一起聊天啊 我再回去 跟我那些同龄的男孩子 在一起说话啊 他说我就心里就觉得 哎 你知道吗 就觉得他们太可笑了 太幼稚了 是吧 我就说多说两句 就说两句 就把你们崇拜 常做才知道 所以是不是 所以这就像有些男人一样 就是说 他们当然这种 很直男癌的这种观点 也就是说 说这个小女生啊 她的那种身体啊 尝过才知道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不想接这一句 我怎么知道 尝过 当然这是应该批判的 这是应该批判的 但是 批判以前还是讲一下 什么意思 批判 我不知道 我很陌生啊 对 我认为她说的很不对 好 另外一个点 就是她是网红 对 这个身份 是 我还是很喜欢 跟我同龄的女生在一起 对吧 但是 我比较喜欢研究现在这些网红 对 就现在 你知道网红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我只是在过 傅城深 在香港被称为过货城 什么意思 国 国家的国 货物的货 城嘛 国货城 国货城 国货城嘛 就是她喜欢内地的女孩 不喜欢香港的女孩 叫国货城 只用国货 我的天哪 对啊 香港现在那些八卦周刊都是这样 有香港的男明星 在内地交往女朋友 都叫比方说 国货辉 国货 涛 这样子 都是这样 那你要找个香港男朋友 那就是什么 港货亭 港货亭 你别说什么货 你什么货都得有条件 你知道 所以我做了一点研究 真的家货 很值得研究 这个港 不是港 网红 到底具有什么特征 你先看形象 我前天看了一个人家弄的 不是我们弄的 我们把图片弄出来 你看 请你在下面的网红中 找到所有的Angela Baby 他们都发现了 都有点往Angela Baby 那个方向 我不知道是长还是长 你看你能找出Angela Baby 哪个是真的Angela Baby吗 你看再往下看 你瞧 都是这种脸 网红啊 这就现在就 她在网络上 他们说现在的那个闺蜜标准 就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眼同鼻同医生 再看下边 瞧 你看都这个样子 都一个样子 你再看下边 这是Angela Baby 他们进行了分析 就说看来这样是美的 就是他们经典要去的方向 就是三庭嘛 对 然后你看这个世界非常吊诡的 你再往下看 你看这都是分析 Angela Baby 三高四低的 你再看 Angela Baby 吊诡的就是 当所有的人都像Angela Baby的时候 Angela Baby自己不像她了 Angela Baby自打上回到医院 中间那是她吗 是她 我跟你说 她自打上次到医院 验名正身 说我没整容之后 我就发现她真的不一样了 咱们要去广告 呛呛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咱们要去广告之后 又听 你看看我这下巴 你再看看 你再看看一个照片 我就发现现在时髦什么 你瞧 这是 这些当然都是八卦传闻 咱都不能证实的 说是谁谁谁女朋友 但是问题就是 这些姑娘 你看长的这个样子 又听 你自己对此有何体会 我觉得就比较没有个性 都漂亮女生 但是变成说 没有个性 没有自己的个性 每个人都说 例如说像 我从小被人家讲 我的牙齿要整 因为我有兔牙 然后说应该要整齐一点 因为这样才是漂亮女生 但我真的就觉得 如果你看到 我就想 说天天有兔牙 那你就记住我了 我就只求被记住 我不求 漂亮 就是说 当然也没有太差 但是我就说 我觉得一个女孩 应该有个 长相 应该有个个性 不然每人都长一样 兔牙是最可爱的 非常可爱的一个点 他们就说牙齿不整齐 有时候照相 就比较不会吃亏一点 但是我就从小 就是我的感觉 就是觉得 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不知道 怎么辨识我了 就是人只要有个记忆点 但像这样子的话 你这样一看过去 多漂亮 但是你没有记忆点 再回来 那他昨天 就直到大眼睛 就没有什么 每个都一样 除了名字都一样 我看那些所谓网红 是不是因为 那个照相机的 激素问题 美颜 美颜相机 而且现在已经进步到 你可以每个部分 自己改 已经将大笔子拉挺 甚至身高拉长 所以他们就这样 所以这种网红 几能再往上红 往下就红不了 你不觉得又挺像你这样 就凭着自己的内涵 努力奋斗的女性 对现在这个 这家伙百万千万 挣钱的这个网红 真的耶 你有感触吗 好不平衡 你说什么叫网红 我说了半天 我也真不明白 就在网络上 被讨论 然后博出位的吗 他是透过网络 而被大家认识 靠什么生活呢 更是个样 像我们以前的 凤姐也是网红 对 他就是用不同的方式 但是他是从网络 被大家认识 而不是透过电视媒体 或者是其他的传媒 而是透过网络 那你在网络上 你要在茫茫人海中 被认识 你得有博出位的方法 凤姐就辨识度高 对 凤姐就辨识度 辨识度相当高 但也因为凤姐的 这样子的一个转换 所以大家就开始 对网红有利了一种 某一种 我觉得是歧视 大家不得不承认 认为说 你靠这样子起来的人 他就是不是的内涵 或者是什么 就不一样 他就是他 你比如说有一种 我上次介绍 这个网络女主播 你觉得今天互联网的 这个更新换代非常快 传统的方式流量 一直在下降 于是他们至少发现 现在一个新的端口 就是这种所谓 网络女主播 哇 我那天一看 单次一点 我说数多少个零的点击 就同时在线 可能有九千多万 对 这个女的 也有的是有才艺的 比如说 她可以给你唱歌 像唱卡拉OK一样 唱歌 或者会聊天 什么的 她也有她一定的才艺 但是很显然 大家跟她这个脸 关系太大了 而且他们说 有些网络女主播 她例如说 她的才艺一定是 例如说 现在很多的线上游戏 她很会 她知道线上游戏 她做转播线上游戏 但是呢 因为她的地点 不是像我们在摄影棚 她可能就在家里面 电脑上面放一个camera 然后我就可以做直播 但是呢 在我讲完游戏之后呢 因为就是我的规访啊 那你说这些宅男们 就是除了听你讲游戏 很扬夜以外 她就故意不关那个东西 那她可能就不小心 在里面换个衣服啦 然后让你看到 一部分的腿啦 或者是一部分的哪里啊 然后她的点击量 就蹭蹭蹭 又往上走了 所以这就是变成 这就叫网红了 我就是靠这种方式 这个点击量 你们有幻想的空间啊 就算她后面 没有说故意露个腿什么 光是看到一个这样女生 可能穿着一个T恤 甚至睡衣 在她好像那个房间嘛 背后还有这样床嘛 然后打那个电动玩具 给你看 你已经有性幻想的空间 后来那一集 你们讲了网络女主播 那个话题 我觉得跟文涛交往 真的好像去学习读书一样 我以前不知道是什么 后来当然回家 二话不说 马上search 后来我就看了 看了半天 看了一个晚上 我发现我停楼了 27分半钟 在一个房间里面 那叫大叔的烦恼 还有男主播啊 大叔的烦恼 抱着一个吉他 我觉得他是东北人 因为有时候讲话 我听不太懂 OK 哥 然后我就唱个歌 就说什么 像什么男人哭吧 不是罪什么 很适合我们这样 大叔在那边一起聊 东南西北的省的大叔 都在聊 聊了半天 我还打响了 他两斗 不是男的啊 男的男的 大叔的烦恼 你也听到 男主播啊 男主播 你说一说 他有男主播 不骗你 你看有小鲜肉的男主播 有大叔男主播 你说他从我这儿 听了网络女主播 他就去看男主播 这就反映我们俩倾向 不是这种 这种手法 还是就我做电视的 也要学习啊 所以我也经常 跟我们导演说 又廷来了 要多给一些全景 你这个 带很多 非语言的信息 不对 又廷来了 我们背后 那个景观 都要变成碎法 就是 我就是说 为什么 这个样子 你想过吗 他们有一个说法 你比如说 很多人粉陆寒 你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 他的这个样子 其实有一点像漫画 就动漫 这一代人 他看这个动漫长大 这些女孩子 除了都是这样之外 你觉不觉得 都像动画片里的 对 那个日本动画片 眼睛很大 那个样子 甚至我就发现 你像那天 我们来了一个 叫马瑞的 一个小小小伙子 自己创业 做什么娱乐八卦 也挺成功 我就觉得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录的那个东西 为什么老像是 就是说 比如说 女性的容貌 使他内心的写照 他的效果 永远是清理温和的 自从怀孕之后 他也完全没有在意 自己的容貌 我说你为什么 一定要把声音 变成好像是这样的呢 他说 他说我录了这个话之后 我要把一句话 和一句话之间的空隙 剪掉 剪掉 就造成这样一种效果 后来我说 有话 你看咱们习惯的是 有话好好说 对 他为什么有话这么说呢 后来我一想 动画片的配音 他们就是年轻人 他看这种 日本的那种动漫 什么暴走漫画 你注意到没有 这种语言方式 所以甚至是像 大陆人看周星驰 电影的普通话配音 那种腔调的东西 在网上也挺火 是 所以我其实自己 也是去研究了一下 这些网红女生 到底 就是我还是会喜欢 看他们的照片 我必须要承认 而每次看的时候呢 你就会想说 有点像是在观察一种蜡香 就是怎么可以长这样 怎么整的 然后或者怎么弄 他可以鼻子尖成这样 你就是有种好奇心 然后百看不腻 这我的确也是有这种倾向 就是你整的越奇怪 我就越会想 这是怎么放进去 然后高层这个样子 就是很有趣 看他们在这边 觉得自己很美的 真的没有一个 是天生长成这样的吗 没有 你知道那天 那个什么 有个朋友 跑来跟我男朋友恭喜 因为就跟我吃饭 然后吃饭 他说 恭喜恭喜 然后你知道他 恭喜他什么吗 他说恭喜你找到一个 100%自然的女朋友 我说原来现在自然 是个可以被恭喜的事情 他怎么知道呢 他怎么知道 他是我朋友 我百分之自然 OK I swear OK 所以就是他就竟然 被恭喜成这个 你发誓没有用 来检查一下 全身检查 我们私下检查 这个 那百分之百自然的 咱们今天还可以谈一个 这是个点 最近也闹出新闻来了 对吧 扎克布格先生 也找了一个 百分之百自然的老婆 非常自然 还生了一个 百分之百的孩子 对吧 自然的孩子 而且因为这个事情 这两天 又微信圈流行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 实际上应该是假的 是一个署名叫老九的 估计是个大陆网友 给他杜撰的 就是扎克伯格就说 我捐了这么多钱 就是由我自己来回答 为什么我娶了个仇女 我捐了450亿美元 是不是避税 这个文本可能是假的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的真假观 很有意思 对吧 你看咱们 咱们不管是 历史上 不管是高大上的 还是低小件的产业 其实中国人都认为 假的东西也很有价值 复制品也很有价值 你比如蓝亭集序 就是复制品 对吧 好 我就不是说这个 我就说这个 就是说 这假的东西 他可以探讨一个话题 我认为他借扎克伯格的嘴 说出来的这个事情 挺有意思 你看啊 说他为什么避税 这个咱就不聊了 咱就说这个 我来谈谈 什么是美女 什么是仇女 他说 是的 我有大把的机会 见到美女 可是我看见那些 所谓的美女 心是玻璃心 病是公主病 还有傲娇症 这绝对是中国人 是吧 还问我 为什么那么有钱了 却不换一辆豪车 我知道他想换豪车 是想出去显拍 是想自拍 发朋友圈吧 像扎克伯格 记得吗 说这样的女的 对吧 外表再美 心灵也是索取的 因而我看 他们才是真正的丑女 白给我 也不要 扎克伯格假冒的 然后就是说 外表的美 是会随着年龄贬值的 而内在的美 是会随着岁月增值的 这一点 华尔街 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懂得 所以我跟他们一样 不会去碰那些 会迅速贬值的东西 然后呢 他爱普利希拉臣 什么呢 我倒觉得这位老九啊 他说的 倒像是说出 扎克伯格的一些观察 我仔细看他老婆这模样啊 我想夸两句 我还找不出词了 我觉得他还真的找的词 挺好 你看 你看啊 就说 女性的容颜 是他心灵的写照 他的笑容 就普利希拉臣 他的笑容 永远是清丽温和的 自从怀孕之后 他也完全没有在意自己的容貌 因为怀孕产生的变化 依然是朴素的穿着 不失粉带 可是他的幸福 我完全感受得到 我爱他的真实质朴 我爱他的表情 注意 他认为普利希拉臣的表情啊 强烈而又和善 勇猛而又充满爱 有领导力 而又能支持他人 我爱他的全部 我和他在一起 感觉很舒适 很自在 很放松 我也不认为他是高攀我 他除了情商高 智商也很高 别忘了 他可是哈佛医学院的 你去考一个试试看 就算你挤得进去 你能闭得了夜吗 要说高攀 那只能是我 高攀 他 在他面前 我就是个书呆子 所以你们看他是丑女 我看他是美女 而且是最适合我的美女 我忍不住又要晒我和陈的温馨合照了 来来咱们帮他晒一下 你看看 看看温馨合照 你瞧 这个扎克伯格眼里的美女 你瞧 你注意到他的形容吗 强烈而又和善 勇猛而又充满爱 你再看 有领导力 而又能支持他人 我跟他在一起 感到很舒适 很自在 很放松 咱们去一下广告先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温馨怎么样 对没有 我今天先说 就是一个男生 最好的品位会体现在哪里 会体现在他选的女人身上 就不是车子 不是表 不是任何东西 我觉得一个男生 跨你男朋友呢 是吗 你怎么知道 真的 我现在也是这样去看 我的男生朋友 就是说 或者甚至相反 你也可以看女生朋友 他挑了一个什么男朋友 他平常讲的话 这些都不重要 但是他挑了一个什么伴侣 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是反映一个人的内心 所以这篇文章 且不管他是真是假 但他里面点出一些东西 我觉得的确 我们可以想一想 第一就是 他里面有一句话 我觉得很 其实我听起来 我是觉得蛮感动 他说 有什么样的内心 就有什么样的世界 你相不相信 改变世界这句话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 其实我也问 大部分的中国 我们这个 赵特伯格他结婚 生孩子以后 的确我最多的同事 我们的内地同事 什么都会跟他讲 他怎么娶他了呢 除了他是高材车以外 怎么就娶了他呢 之类 就不像是我们的 门当户对的感觉 但是如果我外国 回来的朋友的话呢 他们就会觉得 这个捐钱啊 这件事情 他们会觉得 这就真的是 他们相信这件事情 在change the world 就是在改变世界 那这件事情 我如果在内地讲 我的反馈是 你傻了吗 就是这世界 哪有你想这么美好 你别以为 这东西你怎么看得到呢 但是你不相信 这中间肯定有事情 是为他自个儿 绝对不是为 绝对不是为世界 你别被他忽悠了 对对对 他就抓住这件事情 我想说 可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 我们没有理想主义了 我找不到一个 在中国跟你浪漫的 想这些事情的人啊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人 那我中国怎么可能 往那个方向走 因为你永远不会走 对 但是普利西拉城身上 有理想主义吗 如果他今天愿意 让他老公追逐 你想哪一个女孩子 当然啊 我相信他捐助 他是捐助90%以上的财产 而且他是 他劝告他的 他给他建议 那个不管是又婷所说 的分尸还是老九 分尸 分尸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文章 我的看法总是觉得 他们遗漏了一点 因为在任何一段 长期的关系里面 谈来谈去不是你跟我 因为你要找出好处 短处 他缺乏了讲我们 那个关系真的 让人家觉得 愿意长期维持是我们 我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的经验 发生了什么 温馨的过去 他没有讲我们啊 真正的爱情 而且他还讲到什么 不要碰快速贬值的东西 你不还是把女人 当成东西吗 对啊